基隆市长谢国良来到112年市长杯桌球比赛现场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基隆市桌球委员会主委曾继言 也跟市议员陈怡 市议员施伟正共同进行开球 预祝比赛顺利进行 我爸爸小时候在做民意代表的时候 有时候就在各地有带我去打桌球 所以我自己也喜欢打桌球 那等小孩大一点我也想教他 因为桌球其实可以训练这个注意力反应 我觉得其实都很重要 那我自己觉得我的很多基本的反应力 是跟小时候训练桌球有关 所以我自己在很多运动里面 尤其基隆也蛮常下雨的 所以我们也需要找一部分是室内合宜的运动 那我觉得桌球也是蛮适合 而且大家如果有打的就知道 桌球可是会打得全身都流汗 而且运动非常充沛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运动 鼓励大家在基隆可以多打桌球 112年我们市长辈的桌球锦标赛 那维持两天的赛程 那昨天是我们基隆市的学生组 以及我们基隆市的机关组 那今天第二天的赛程就是12号的赛程 也是我们开放我们社会组以及我们的壮年组 那社会组的部分的话就是开放给全国来参加 那这两天的参加队伍总共有90队 那大概有差不多七八百人来 最少有八百人来参加 那我想借由这个机会来推动我们基隆市的桌球这个风气 那我想基隆市的气候 我想桌球是最适合的一个运动 当然很值得推广因为桌球是一个室内的运动 所以很适合在基隆市所有的市民或者是学校 机关团体只要有桌球桌都可以去做练习 网球是整个身体然后整个核心这样子一连贯的挥上去 那桌球呢是手臂在打 然后就是隔行隔如山 然后陈怡现在呢也还在学习中 希望能持续进步 而且我们桌球在系列活动 在世界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基隆市的桌球联赛 就是包括我们的七个鸡来出赛 再来产生前世的决赛 6月3号有一个基隆市运动会 我们也是有七个行政机 南里各一队是基隆市运动会的项目其中 我们桌球从我们 曾经员在两人解决以后活动系列的办 而且我们今年全国运动会在10月20号 在台南全国运动会有做错 希望我们的桌球以前是基隆市的强项 在我们曾经员出会接的以后 能更进步在全国运动会打下好的成绩 由于第二天的赛城是社会组 每个年龄都可以报名 因此画面上可以看到 国小生对上高中生 或是国中生与社会人士对打 双方你来我往打得非常激烈 加油声四起 场面非常热闹沸腾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